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陆老师当时你怎么会看上炳强的呢 而且他刚才说你是他的人生导师 我想这不一般的 不敢说人生导师 我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体育老师 偶然的机会他到深圳来 当时要自己找个工作养妈妈 我到位深圳的金牛学会主席 甚至就是说他来我很欢迎 觉得是个人才 他来的也算是帮了我呀 你以前知道炳强吗 知道过在赛场上看过他呀 他全国冠军啊 大家都知道的 只不过没机会想到他会到我这来 哪里会有这个好事啊 那是什么样的期节 让您想到要让他继续上大学呢 这个球现在靠我们这代人 要把它发扬光大 设事求是说力不重心啊 总要培养后了嘛 对不对 这个中华的银黄子孙 老祖宗既然留一份 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给我们了 只要我们手上不能做得更好 就应该交给他们 邱冰强他能在平时训练当中 这么刻苦获得多少 全国的花金冠军 我们是非常佩服的 加上这个孩子是说 有孝心 有善心的这些人啊 他必须有质论心 有质论心的人将来 他才能成就事业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能坚持下来 这类型肯定很强大 陆老师当时也就是说 不但看这个人的技能好 而且还有做人好 对 花金呢还一个特殊的情况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中国的花金呢 这么几千年下来 他一个缺项是什么呢 一直是师父带途径 就一个一个地传下去 但是一个项目要发扬光大 光靠这个师父带途径 好像太巨项了 这个将来怎么推广啊 所以这个里面就需要 有这么一个高层次的 站出来 不过你南派北派 最后变成同学来 中国派 这样这个技能 全能打得出去 刚才您一上场 丙强就说 您是他的人生导师 丙强为什么你说 身边这位长者 是你的人生导师呢 陆老师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给我提供了帮助 也给我指明了方向 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想象那么远 没有想到以后能够做什么 但是遇到陆老师之后 他跟我说了刚刚那番话 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 还有传统体育这种传承 非常需要年轻人 等于陆老师给了你一个使命 对 但是你说人生导师 陆老师还给你提供过 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给我提供了最大的方向 就是要我去考大学 以你当时的条件和状态 如果去上大学 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最大难题就是没有钱 还有就是没有谁要肯要我 在这两件事情上 陆老师是怎么帮你的 陆老师在全国很有权威 所以说他这个学生的话 很多大学都想收 我后面也是通过 提建求助特长 进到武汉体育院的 你到了那个武汉体育院以后 你的学费怎么解决呢 第一年的学费 我是通过比赛赚回来的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学校了解我的情况 也把我平常的武汉的 一个道德模范 然后开始学校就给我 减免了学费了 这个精彩了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说 我的人生需要导师 我的人生需要导师 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冒出来 一帮不靠谱的导师 知道吗 我给你一个方向 我给你一个意义 加油 然后这帮年轻人说了 加油是你说的清晨 就是加油 你给了我一个方向 但是很多客观条件 我不具备 你把我扇的热血 费疼了之后 有什么用啊 大家注意啊 陆老师给你方向 给你机会 给你实际的支持 这样的人才配成人生导师 不止如此 我好像还知道 您还给了他情感的接纳吧 我知道他春节谁家过的 我今天春节在陆老师家过的 那是妈妈离去以后 一个孤零零的春节啊 那个春节 你可以说是在家过的吗 其实第一次到陆老师家 来去之前 他也跟我做了很多事想工作 让我要放开 上前看 不要老是回想过去 所以给了你一个家庭的温暖的接纳 在春节这个晚上 对吗 对 这叫人生导师 有意思的是 这个人生导师帮的这个小伙子 是个什么人 哎呦你给了我方向了 你给了我机会了 你给了我实际的支持了 你给了我感情的接纳了 太好了 你负责呗 我这辈子你负责了呗 没有 丙强没有 丙强上大学以后的决费 他自己挣了 有人帮我 我也没变成一滩烂泥 有人助我 我依然自助 对吗 是的 我再多问丙强一句话 丙强你踢剑子这么长时间 拜拜